老英队的队长在哪里 老英队队长在哪里 那我们现在又是老英队队长来说 我们讲解决好 那我们是老英队的理事长 各位大家好 我们今天老英队阳 很注重这场比赛 我估计我明年的准备打 那个逆时 那个中国这几年 跟大家一块玩 我们各个球队的高级水平有明显的提高 我今天打的不好 主要是杨师在我旁边一直出了一件寻着我 红昏脑胀 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华星队这边 这个很重视 今天所有理事们和这个会长 然后这个会长都带我介绍一下 我们的会长秦敏 秦敏 然后我们的副理事长 景贵兴先生 然后我们的队长 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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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这个九千章比赛 我们有这个 我们有总统练 这个胡邦先生 这一年时间花期许 总培养全 我们的理事们 帮他们拆访 老梁 孙瑞 然后那个老兄弟的所有的队员 带给大家见面好吗 好 好 好 我跟你说 我也感谢这个 胡邦的儿子啊 关门坐飞机啊 背后的探墙里头 包括张富邦 你从来以后张富邦 背后的探墙里头 上不在哪儿上 上不在哪里 还有这个小琛的这个父母专程出中国后来 这个看着都打熟 我们也欢迎他们 这个另外呢我想也是我们代表老运队啊 谢谢这个孙晓明女士 这个孙晓明女士啊 跟我已经是认识十多年了是吧 而且我们都是那个仓中老乡 是我们这个大陆人啊 这个女中豪杰 我们希望那个孙女士这次啊 能够带着我们大陆人 能够过关 过关啊 然后成功地成为要国区的区域员 为了带着我们华人 带着我们整个马克哈姆的 孙晓明人还有孙晓明 要为大家说话 不办事儿 好吧 我们再次给这个孙女士给一下鼓励 希望大家可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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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